所以想要把他洗乾淨 然後他就是想要我戳到真的很害怕這樣 我是沒有跟我們戳到不夠害怕的 好 對不起 我演不好啦 緣情有為了 常在莫浪推銜啦 因為我柯讚有洗過啦 最終就是孟哲也洗過啊 那電影要善意了 你們是否會感到緊張呢 那我們先從導演說起 對對對 就是對票房有沒有壓力 票房當然有壓力啊 這是一個偏中大型的製作法以台灣來說 所以既然有投入當然會期待有錢回收吧 這是一個對其他地方的希望能夠有充足的回饋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對於個人來說 就會很期待這個片子能夠讓更多的人看見 對 已經很認真地講了一個故事 當然會希望更多人能看到 那那個前浪要不要說說你覺得後浪的表現是怎麼樣 沒有 這裡還有兩位前輩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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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 是比較我們 心面孔 對對對 主任在 有畫容點睛之效 是 一開始是怎麼接到這個角色的呢 就是因為 軍陽導演要華姐 那我裡面就是一樣 我沒有跟那個胡椹合作過 我想跟不認識他們合作過 對 然後我當然知道他是很耐力 那我想真的對戲看看 然後 雖然場次不多 但是其實 也 還是有自己的 空間 也有一些 帶得上一些小壓力 這樣子 但其實都還滿開心 你在拍攝的過程 因為我真的是整個團隊裡面最輕鬆的 最輕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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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 只有 就這樣 那邊含熱什麼 其實也沒那麼 熱 可是你給自己的壓力還是養大 對 還是有自己演員的小壓力 可是在 跟團隊一起工作的狀況上面 比如說 跟攝影師啊 跟導演啊 還有對手啊 其實 你在觀察他們工作的時候 你就真的能幫忙 那當初就是知道是課長的角色 知道是 沒有 沒有說 欸 真的 這麼輕鬆的 輕鬆 好 那在裡面有一點 對 柏傑一直下命令 可以說發便當還什麼的 可以聊一下你們的對手戲的那感覺嗎 那一段其實 因為我覺得 導演一開始跟我聊的時候 是希望我的角色能夠 在這個戲裡面有一點相當的緩衝 就是可能有帶一點黑色的幽默 那樣子 原本還有一場戲是在電梯的 可是其實當然是為了戲的流暢之後 那場戲就先把它拿掉 那樣子 所以其實那個發便當這件事情 好像也是導演家 沒有啊 反而是故事 沒有啊 沒有啊 記不清楚 年紀大了 可是導演原本就設定要找影圈嗎 對啊 就是 因為前面人選合作很愉快嘛 然後其實我們這一次在 當然我們會先找主演 然後之後開始再想 就什麼樣子的客串的演員 有機會讓這些 就是化學變化可以再有趣一點點 於是就玩 就邀請尼瑄 那樣 那樣我答應 我好開心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記得在初檢的時候 因為 這片子偏有點重 那初檢的時候 也覺得音樂都還沒下來 看了之後其實是會覺得 哇 有點壓力的 那每次看到尼瑄出場 就會覺得 太好了他出來了 為什麼 看到他就是一種 放心跟輕鬆的感覺 導演設計是希望 我們角色再一點 可能 在狀況又 不這麼在狀況的 狀況 不是難演 超難演就是說 因為如果他在狀況裡面 就太在狀況 就太在狀況裡面 如果他不在狀況裡面 就 完全沒有出現的必要 林軒導演有說 你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人 那你覺得導演好處理嗎 他也不好處理 哪裏不好處理 哪裏不好處理 嗯 我們剛剛在後台台聊說 就是要看那個訪問嘛 國傑那個訪問 說導演就是都不太會 卡完之後 就是不太會稱讚演出 他不錯 就是或者是好 那樣子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然後他 這件事情 很走心 就是深深的感到認同 那樣子 那拍完了那個 人選之後 其實大家就了解 你就去閱讀他的那個 咖的情緒 跟他從那個 那裡頭後面 走出來的表現 嗯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喔 有 或者是沒有 那樣子 那沒有的話 他會怎麼選擇呢 是 他決定就是 先用別的鏡頭來 幫忙戲 還是怎麼樣 他會有他自己腦袋的 哦 那就是靜華你在裡面 就是其實對醫生 是有一點不量級 或是你說 你覺得他沒有好 照顧病人 所以你們一開始 關係有點見 把他弄消耗 那所以你們在 片場的氣震 是 會刻意 就是 不要太close 所以我跟 我姐 也跟前郎 其實我們對到之後 怎樣 這樣唱 我跟他也很少 在 同一個畫面 對 片場 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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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後面那個也算 但最後那個是 剛開拍的 哦 那是 哦 這是四場 哦 明視器也不知道自己 在看什麼東西 沒有 那是我 但我那天開拍的時候 他有來 幫我看 他有來在那邊 因為那場 那天沒有他的戲 但他有來現場 哦 最後那個 但其實我們兩個是 分開 哇 那個是特效啦 底是一片牆 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他們建立 因為很遠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距離很遠 距離很遠 距離很遠 另外一個是因為 他應該要在 在逼動愛心 哈哈 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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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情境 可以分享一下 恐懼感 因為我在拍這步 到後面 剩下 大概 三四天 有剩下三四天 的戲 然後我就確診 我真的確診 然後我記得 然後就看到 好像是 確診完回來拍 然後,因為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確診 就是我回去休息的時候我也沒有出門 所以我就不知不覺確診 然後被那個碰到的時候,好像感覺到,難道這個就是病 就是有這種當下的,在試戲的時候第一刻的感受 因為我當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確診,然後空氣病人也看不到 他被噴到的時候,其實有嚇到,因為他第一次噴很多 我整個護目鏡都死了,然後後面導演才慢慢撿這樣子 一點點一點,好像太多了,看不到你的眼睛 所以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噴出來的 那個是糖漿吧? 特調 那個感覺很濃稠的感覺 那個,那個病人其實我還蠻感謝他的 因為我最後要把他CPR 然後,因為我們講求一個比較解釋的狀態 所以我有時候,我有情緒什麼的 所以我就壓很,其實有時候壓很大 然後,因為我那場是沒有保護措施的 然後我就是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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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 其實我真的很擔心,後面真的很擔心 會把他肋壓拉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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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e 然後幫他黏什麼東西有很多的步驟 然後有時候我會忘記顧慮到他的感受 然後他會突然咳出來 就是被壓到然後氣息不過來 然後我就會突然就是咳嗽一下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你還好嗎 然後他就說他很OK 就覺得他還蠻敬業的 那算是你情緒最重場戲嗎 還是整部電影最重場戲 覺得最高壓的 對我來說好像最重的情緒應該是在 急救王戶 急救護理長 還有天台 我記得那一顆弱了好久 好像弱了半個小時 一直到急救 我這樣也是爆雷 隨便講都爆雷 急救某個人 我急救某個人 從善如流 也是一直CPR壓到最後 然後情緒收 情緒出來 然後到最後還是要以一個 醫護人員 因為旁邊其實還有很多病房的病人 需要你照顧 所以你還是要從事那個 醫護人員的職業 醫護人員的職業 責任 或還要去救下一個人 所以情緒手表重 所以那顆弱了非常久 差不多三四十分鐘 所以你後來沒有辦法出戲嗎 沒有 還要救下一個人 還好 好忙 很真實 很入實 很入實 哦 那他有跟你反應說 你壓得太大力 其實沒有 因為我後來 我知道不能壓 正確的位置 對 其實我都偷了很多 我其實是壓那裡 就是這裡 哦 對 因為壓這邊是真的 會壓熊 我之前也是拍戲的原因 然後我有被壓 我知道那個感受很不好受 所以我就 有自己偷見 哦 他可能下了戲之後 跑去救贏 你會知道 就可以當救生員 你會知道 為什麼 因為很會CPR CPR 我覺得下戲好像去 靠一個 是照還不錯 就是 CPR 什麼是類的 你還要再多一個職業是嗎 沒有 備用 對 多學一些 那講到技術系的問題 那個傑如跟博傑 手術看起來很專業 而且還要假裝很輕鬆的在聊天嗎 演的過程裡面有覺得 一邊要技術含量很高的東西 然後一邊還要假輕鬆嗎 我其實 狀態都還蠻暫暫睛睛的 就是 本人跟角色的狀態其實蠻類似的 就是想要把事情做好 然後 可是 學長又是一個太輕鬆的態度 就覺得其實有一個反差在的 我們在那個狀態上 我覺得我就是開拍前你必須 練到用肌肉記憶 就是你可以不用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要拍戲 要記台詞跟一些狀態 所以那時候就是在開拍前 你必須把它練到練到 你不用看然後你已經知道 然後順序 所有東西都在家排練到 你不用用背的 所以到時候是 這邊可以 用手 然後這邊再記拍戲的東西 那時候不去練到這樣 所以我們壓力才這麼大 可以到現場還會再新增一些 要Cue那個器械的東西 對 而且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要記 我現在手術進行到哪個流程 現在應該要叫什麼東西來 現場會一直改 一直改 就是 突然 庫里斯 他會覺得 如果我們要這樣拍的話 那其實你的順序應該要 你要多一個東西 然後想說天啊 不要 然後但你為了 為了完整 為了 專業 真的要專業 所以你又不能少那個東西 你就只好硬著頭皮 好啊 來啊 然後就只能硬 就是把它馬上趕快吸收 然後馬上加到 你原本熟悉的那個 那個 那個裡面 那在家裡不是說 有用豬皮墊嗎 在家沒有啦 在家是用矽膠 矽膠 後來又找到那個 你學會學生 那 那觸感 怎麼樣 觸感很好 為什麼問起來 越好 越深 越有那種紮實的感覺 嗯 太好了 哈哈哈哈 那士林終於看了片子了嗎 那那個觀眾的反饋 跟你看完的感覺怎麼樣 深刻的部分 都 蠻好的 啊 對 我自己蠻喜歡的 而且我很喜歡 就真的很喜歡 金融書跟夏天宏的互動 我們在拍片的時候就 我就覺得 那個互動 他們兩隻 然後 然後 後來看了 作品出來的時候 就 真的覺得 嗯 很喜歡 嗯 最喜歡你的互動的哪個部分 嗯 就是他們關係的複雜程度 就是 也是朋友 也是敵人 在互相利用 也是策略結盲 也是互相似機 然後也是一邊關係 就是一直在這樣的 呃 百分比的互動圖裡面 然後同時存在 嗯 對 然後包含 我記得 嗯 最後 嗯 嗯 金融中 開始 跟夏天宏講說 他過去的互動 開始 他最初也是一個 懷抱著夢想 新聞 欸 不能講這個 爆人 哈哈 反正很喜歡他們的互動 嗯 嗯 哈哈 那士林還是要繼續再演技者 下次的話 呃 我排斥啊 就是看 有什麼適合的機會 這次試金會真的太特別了啦 我覺得 我真的非常想說 就是 可以想到把一個自己的直接 丟到那個後面的裡面 就是這個核心 真的 嗯 可是這是 真實事件 對 可是他沒有到這麼核心 他等於是 金融中等於是 嗯 我覺得他也是 但是根本上也對那個新聞的 因應 對於分秀的覺得 他原本就在 他原本早就可以出院 就是因為他 開始察覺到 呃 大家氣憤 跟 是有蹊蹺 所以他才死 就在一個人就在醫院裡面 然後結果後來真的被他弄中 欸真的公平 然後從那就 對 那你的DV哪個太明顯了 我們會藏在裡面 對就是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拍啊 對 可是他們大概管不了這麼多 而且有很多 呃 因為那個人家的DV的話 你把他修好 所以就是 他是真的可以 呃 拍跟錄 然後時候導演也說 就是 你不要亂拍 你好好拍 因為真的可能會用你的生產 哦 有認真拍 那個幾次嗎 那個真的是他拍 有一些真的是他拍的 有一些啦 對 不是全部 但是有一些是他拍的 對 你覺得他的攝影 對 對 對 不太行 哈哈 哈哈 沒有我覺得金友東這個角色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當年真的有 有這樣子的攝影機的潛入嘛 對 但是金友東這個角色 我必須說他其實大量的虛構 對 他跟當年是不太一樣 所有的行為動機都不太一樣 當年可能是 有人叫他們進去 或者是他們 對 那金友東是另外一個狀態 嗯 好呦 謝謝大家今天來 特別來到我們一起的聯防 那一起實在明天上映囉 那我們也謝謝各位演員 謝謝導演 謝謝支貼 那監製也謝謝各位美女的房主 好 那我們今天的文字聯防 我們到此告一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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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先生 下班 還沒 對 long way to go 好 你可以請 嘿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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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醫生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不容易演的角色 然後又背負著當年逢在醫院裡面的這些偉大的前線能源 所以我覺得那個壓力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 然後聽到他們當時在院內發生的一些事情其實是很震撼的 所以我覺得能代替他們去告訴大家一些當時在院發生的事情非常有興趣 你覺得問老師在當時手術的那一場是 你說你在家裡是有自己練習的手術嗎 對 那時候其實因為壓力很大 所以每天就是看 因為我們在台北前有試拍 然後每天就是看試拍的影片在我手機裡 然後早上起來看 然後晚上睡前一定會看醫生 然後中間時間只要想到就看 然後我們還有買那個矽膠 然後還有跟工作人員拿針跟線然後捏著再加這些東西 手會抖嗎 一開始真的會 因為我不會拿那個捏子 其實我們光練拿捏子 他不是像一開始你以為會像拿剪刀一樣 其實不是 他是用三隻手的頭這樣夾著 所以我們光練拿捏子就練了一個下午 對 那他自己在走出的時候會不會害怕 就是看到這麼多血這樣 其實那時候你沒有心情害怕 因為我們就只有 醫院子接我們三天 我們就只有三天的時間 我們必須把它拍完 所以當下我覺得所有工作人員 包括所有演員 我們都是在一個非常高壓 非常專注的狀態 所以那個當下 其實我們 我所有的東西都不管 我也不跟他們溝通什麼 我專注就是把那個搶刀開完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覺得那個服務局很瘦嗎 在那個手術的系的時候 很瘦但還是蠻帥的 哈哈哈哈 這孩子啊 沒有 長大了 長大了 因為你自己也有參與這個手術 你要不要自己也講一下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一開始是用香蕉皮練習 所以在穿刺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是更容易的 後來我們就給我準備 準備新鮮的豬的內臟 那用內臟再操作起來的感覺 又更不一樣 鑷子其實有時候會夾不太出 其實操作上會變得更正 然後我們在現場 就是在完成手術那行事的時候 真的就是 血肉模糊的畫面 因為那個血漿 它還有一些塊狀的 對 其實真正的 袖上的血 它不是就是我們看到流動的血 它其實裡面有很多塊狀物體 對 就是要把它撈出來 然後要找到那個點 我覺得在當下其實是 非常需要專注力 其實會在那些情商 剛才有說那個 摩羯就是很帥 對 你的鏡頭 CP CP的部分 兩個誰都 到底誰比較帥 我沒想到 你們幹嘛站還有視靈啊 我不用啦 沒事 視靈跟我是CP好不好 我要支持我的對象 你不要這樣一跳 Q過來往這邊好不好 潔淨CP是不是 對 潔淨CP 兩邊要不要談一下 你們是再度演CP 感覺如何 其實完全不一樣 因為做工的時候 我們真的太青澀了 對 然後那時候就很像是 真的學生時期在 在談戀愛 很青澀的狀態 對 就我喜歡你喜歡我 那時候 但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但是現在就有 比較深度的去談 呃 在對 呃 CP他們背後的一些 設定跟故事 這樣 對 比較深入的交流 那兩位幫我們聊一下 就是 那個 在頂樓的那一場戲 你覺得是滿意到什麼 因為那場戲就很像 導演常常跟我們講 不平之中注定的感覺 因為那場戲原本是 呃 沒有要下雨 我們要拍日出 那 在拍的時候 其實我們遇到很多 技術 技術上面的問題 有比方說 我們耳機聽不到 因為我們要 那個 手機是沒有聲音的 然後我們要帶耳機 才能聽到對方的 開詞是什麼 對 可是當天耳機 就有出一點狀況 這樣子 然後到真的開拍的第一顆 呃 我們也只有第一顆 十分鐘的機會 但是 那一顆也沒有聲音 所以我們 呃 其實是看著對方的表情 然後 跟狀態去演 但也還好我們前面 呃 準備的夠多 所以我們都知道對方要講什麼 對 然後最後又突然 講到 大概講到一個 一個 情緒的 高點 對 然後就突然下雨 喔 很巧妙的一個 瞬間的雨 這樣下來 喔 所以是自然的 對 哇 跟眼淚一起 我現在真的在幫忙的感覺 對啊 那詩琳要不要聊一下 你在戲裡面 當然會有一個記者 因為你今天的感覺 好像有點人人人酷酷的 是在揣摩記者的角色 你們有那麼苦 你們有那麼苦 對 我怕 你一定會看到那種 剛剛看一下看一下這樣 沒有啦 沒有 就因為 跟他們 呃 然後 直接放到第一線的現場去 那 在裡面的時候 他的任務 也跟他們 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所以 他其實就是 遊走在 所有的 呃 這些病患 然後 跟混亂的狀況 還有醫護之間 想要去挖他的獨家 你的戲大部分 都是跟柏傑 兩人之間的那個 火花感覺 他就說 他是你的 CP 你有什麼要給他 這Catchplay說的 所以你不承認就對了 我是 因為你的戲都是跟柏傑 對 兩人對 很好很好 還是會覺得很可惜 都是跟柏傑 我覺得很好 我跟柏傑第一次合作 然後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是覺得辛苦他了 因為 呃 夏正跟金友宗 這兩個角色的立場 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 他在 他畢竟是封院的時候的醫護 所以他的壓力跟他的狀態 其實 就是蠻 在現場的時候 被感覺到他蠻醜名產的 對 然後也很焦慮 對 然後相對比起來 金友宗是一個 比較油條 而且有 因為他身體也 他也沒有受傷 他就真的只是賴在裡面的那種 所以在那種 油嘴花舌 然後又喜歡刺別人的 用話語刺探的狀態 提起來 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看著他就會覺得有點不捨 就覺得阿你好辛苦 這樣子 對 這次演技了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話講 我會在賞 跟他說 我道歉可以嗎 沒有啦 就是辛苦大家 我覺得 我覺得各式各樣的工作 一定都有他辛苦跟不為人知的地方 對 所以只是 我對於 想到把記者 就是 放到這樣的場景 這樣的setting裡面 真的覺得很 真的是很高照 因為 當時 這個真實事件的時候 大家不是從外面拍嗎 對 但是你現在把記者 直接放到最核心的裡面的時候 那個狀況會完全變 就是 光是這個決定 就已經非常的衝突 而且有戲劇性 那你現在那個偷拍技術有變很好嗎 偷拍什麼 對啊 就拿那個TV那麼大的 偷拍什麼 你現在會不會就是 如果要你去拍個什麼 可能那個技術蠻好 對 得心力爽的 或是我們 我們需要人家代班的時候 你可以把 我 我 算了不要 我想 我太累了 那盈萱姐這次來客串 你有沒有覺得 真的是拍攝的過程中 我就提問他們的心情 你知道嗎 有 因為其實我去的第一天 就是拍辦公室的場景 那因為它是在裡面 裡面在裡面那樣子 所以 拍片收縮的那個 冷氣什麼都要關掉 那它就是已經在裡面的裡面了 所以 它就是完全呈現一個就是 氧濃度極一點的狀態 那二氧濃度極高那樣 所以 又熱 然後你又要跟一群人在那邊對戲 其實 中間已經有一些片段 你會發現就是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就是蛇狗的打結 那 後來 導演跟我說說 哎呀你這個狀況其實還好 他們前幾片就是穿在那個 防護衣服裡面 然後 敗酒夾背 還是在那樣子的場景裡面開 所以 其實我很感謝這個劇組 就讓我當個 主管 就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像所有的演員那樣 爬下去 那個體力跟那個精神的專注力 還有 我在看戲的那個 就是 那一段 我想說 我一直在想 我忍不住會跳出來想說 到底怎麼拍的 自己會想要嘗試嗎 如果之後 也是像這種角色 你先前面 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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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對對 對不起 我覺得 剛剛聽完那個 柏姐講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困難度其實蠻高 就等 如果真的有很多時間的時候 也有角色可以試的話 那當然就 對 要認真 那防護衣三人組 要不要講 他那個現場 有著 透苦的那個狀態 因為柏姐 你自己有 吼一些幕後的影片 對 要不要講 他當下是不是真的受不了了 熱道 對 就是對你們有看那個影片 那影片完全沒有造假 然後那是 第一個禮拜 我們在 用一動畫先拍 有送便當那一段 然後 那個只是穿上去五分鐘就沒有 裡面就是在滴水 雖然看起來有點噁心 但 真的就是厲害 非常熱 因為其實 穿最多的應該是靜華 對 對 我記得 他防護衣 因為我裡面手術服還是要繼續穿 對 他大概就穿了 應該有四層 就是 他外面的報告還有一個 背套 一個 防塵 我也不知道 但 還有要戴那個 護膜鏡 那其實一整天下來 真的拍到後面 打開之後 內衣 什麼 全部都已經死 連那個手術服都死掉 內部不用說 對 對 對 你一直流汗其實 你基本上不太會受傷心的 因為你汗都 你的水都排掉了 然後你皮膚就是悶在裡面 所以會起一些疹 會很癢 就會在那邊抓來抓去 但兩位男生在裡面就是 有一直要洗澡的那個戲 那個是同一天拍 然後要洗很多次嗎 你們兩個不同天 對 我們兩個是不同天 我們沒有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沒有一起洗 對 那洗澡的部分 是要拍很多次嗎 導演 洗澡拍 很多場還是一起拍 很快 一起拍啊 對 撿開來用 那是真的要到用力的搓地 有 有 就是想像身體有病毒嘛 就是各種害怕 所以想要把它洗乾淨 對 他們身上都自己刮出了痕跡來 真的 所以兩位是有戳到六肥的狀況嗎 因為你太輕 其實導演 因為我們導演 比較要求完美 所以你太輕跟 光 要求完美了齁 沒有沒有我沒有 就光洗 我光洗手指甲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覺得不夠 我不夠害怕 對 然後他就會想我戳到 真的很害怕這樣 對 真的 我 我是 但是沒有跟我說 我不夠害怕 好對不起 我演不好啦 原青有為了 就是 我不了了 因為還有長正莫浪推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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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一起一起 沒有因為我柯 我柯站有洗過啦 啊 那我最重 就是夢者也洗過啊 我還全露了 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 這也有 沒有 沒有 我沒有 好 我教一下你 你哪一個技術 啊聞到哪裡 我戳了狀況,戳到6不會很難 就是像剛才說想像病毒在自己身上 然後想趕快 那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去幫病人換藥的東西有害過 因為我是想像去把病人照顧完之後趕快出來 然後要把隔離衣脫掉的那種狀態 然後繼續延續下去到洗澡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事情是不是蠻好的 因為你就一套衣服從早上穿到那就好 然後躺在那 你這個部分是不是比較 服裝來說的話比較輕鬆的 就是當記者真好 還是因為你想要洗澡 因為我還 但就是啦 因為角色的狀態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也比較輕鬆簡單一點 對 那想問一下盈春跟伯傑之間的對手戲 對,因為畢竟是演那個主管 好像就是你就可以一直命令他 然後要他做什麼的那種感覺 裡面對手是感覺如何分享一下 兩個在演 對,因為我也是這一部片才 因為我也是這一部片才 認識伯傑就是 對 那 但他就是很開放 就是他有一個空間讓我 因為我也不太習慣 就是對一個不認識的人 然後有一個就是那樣的姿態 但其實 反正我跟導演做了一些討論 那我的角色其實他有一些必然的功能 就是要怎麼樣面對伯傑 然後讓伯傑到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跟伯傑對戲其實非常的舒服 就是他是一個會把眼睛看進我的眼睛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你會接到東西 然後他也接得到你的東西 然後他也很知道你跟鏡頭互動 這個是我在旁邊偷偷看 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那兩個一開始演的時候會有肝大感嗎 不熟 老實說嗎 嗯 有啊 就是我還是會 就是不知道該要怎麼辦那樣 可是其實演戲這種東西就是蠻妙的 你們只要一對戲了之後 來回幾句台詞 你就知道不用甘心了 就是他了解跟你之間的那個表演波動是在一起的 那其他什麼事情就都還好 對 好 那麥克風一過來然後博家回應 跟影頭對戲會不會很記得 其實你應該以演戲的進言 對你應該是算最資深的 沒有沒有四年級 然後就算演員的話 演員 對 沒有我覺得就是我才應該緊張嘛 就是 就是 林軒姐就是大家看到嗎 他就是很 很 很不像螢幕上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 那我原本想說他應該是一個很嚴肅 然後很 很 不會開玩笑那種 那種前輩 然後我就很緊張 結果他在現場就完全跟我想像不一樣 他就偷偷跟我講說他 他有點緊張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你是影后 我跟你對戲我才應該要緊張 就覺得他很酷很可愛 對 好 我們差不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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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